我愛啊 祖雅 演唱者與傳統迷謠老調帶領大家回到舊時光 突然畫風一轉 金曲獎得主阿豹 則與原鄉傳統迷謠融合流行歌曲元素 帶領大家沉浸在不同風格的原因中 《屏東半島歌謠記》今年不斷創新民謠新的可能 延續自編歌詞隨性哼唱的即興街頭藝術 將其與各個不同族群及文化融合 透過藝術的對話展現民謠的可貴 也讓文化扎根 《半島歌謠記》已經邁入了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那今年我們特別轉型 變成邁入第三年 那這個《半島歌謠記》 從過去傳統的恆春民謠到歌劇 然後到幾個其他世界民謠共同串接 那今年這個傳統民謠以外 還有加了流行歌曲來做這個場景轉移 那對整個民謠的這個推動 不管是從老到少 恆春半島幾乎每一所學校的小孩子 都會哼唱恆春民謠 許多在地鄉親深刻感受到民謠節的舉辦 對地方帶來的注意 也強調隨著每年的不同變化 讓傳統民謠多了許多新亮點 因此無論如何一定要來參加 每一年半都感覺說都不錯啦 都有多塊還有一些花青來在贊助 喔 真好促進觀光喔 大家都來到我們行春喔 今天來其實他滿特別的 因為他剛剛的那個 曲目有融合到那個盧凱族的小星星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他融合滿多在地的文化 是我們平常不會遇到的文化 像各個原住民族 所以我覺得今天特地從南部來這個地方 我覺得非常值得 縣長攀幕安也特別到場 與多位民謠陳醫師哼哼唱唱 呈現民謠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民謠的意境 希望就把這個老祖宗 老前輩的智慧留下來 然後把每一個歌謠哼唱曲調 文字都可以逐一記載下來 那每一年都是讓大家很多音樂迷 或是一些對於鼓搖採劫的文史工作者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朝聖的地方 那所以今年也特別我們國寶級的大師 也都在現場為大家帶來一個 現代跟過去不一樣的一個時空對打 縣長強調活動融合傳統與創新 就是希望能營造不同時空 交織的音樂火花 將老祖宗的智慧與文詞取調流傳的同時 也能讓更多年輕人品味其中意涵 也能從重新詮釋中感受民謠魅力 北東新聞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 社區我們中國在英語文化 現在又有新詮釋中感受民謠殺 它有任何歌詞 我們是不能讓我們出自首的